这样才能下架国民党 拨乱反正 哪里 赖清德当选就是总统 他就是老大 就是我的老板 大家好我是达树 台湾大选倒计时 墙内抖音里的大陆网友都没有闲着 我们今天就看看墙内的朋友 如何看待这次大选 好有意照看他们当选的话 不仅是开放 恢复两岸的交流 而且应该要开放大陆同胞 申请台湾的居住证 他这样说完 我想台湾朋友更讨厌国民党了 是吧 台湾1月13就要选举了 希望大家祝福我们支持 两岸和平发展 对我们期待要很高哦 希望我们能够 凡蓝回归我们母亲的怀抱 凡蓝即是泛滥 回母亲的怀抱 有没有吓到各位呢 台湾女孩常讲的一句话 你好机车也 大家知道这个红社会有个最魔幻的最厉害的邪术 那就是洗脑 在这个邪术下呢 人会不自觉的维护并传递红鬼子的思想价值 你会发现他们神经虚乱 讲话没有逻辑 什么都不懂 而且还胡说八道的乱参与到很多事情中来 这个邪术的效果呢 就是借用抹粉的嘴巴 表达红鬼子的情绪和思维 比如说下面这些例子 就足以证明红鬼子的喜严 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将在下个星期六举行 我们都很关心这一场选举 因为它关系到未来四年的两岸局势 甚至于关系到战争与和平 相比较而言 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希望国民党能够赢得选举再次上台 王峰同志认为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国民党赢不了 实际上从四年前开始 我就已经不再关心他们的选举 因为岛内的局势 基本上已经被台独的民进党所掌控 一贯没有灵魂 而且善于内斗的国民党 已经根本不是民进党的对手 目前的岛内政局 马英九应该说是最大的罪人 因为他在台上的八年 只是在想办法巩固他自己的地位 没有对台独的交科书进行清理 更没有对台独的民进党进行打压 结果他在台上疯狂 蔡英文在下面干大事 等到蔡英文上台以后的这八年 民进党直接的公开的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追 马英九不敢干的事情 蔡英文全都干了 现在的国民党 想要靠选举赢民进党 不可能 这位保安大哥的思想价值 是不是红鬼子的 还有他的视角 也都是红鬼子给他的 对不对 神奇吧 还有下面这位 台湾地区酸庆 我觉得侯有意义 找少康 应不了 可问者更不幸 赖情德 荡酸不是问题 九七怨饮 一是民进党 多念在台湾横性拔倒 掌握了所有的子愿 而是态度 刻纲 给年轻人 戏闹 认同民进党的 认越来越多 三是 国民党在台湾声 标显不佳 政治上 作有要呗 让须多烂应认 回形 对国民党不信任 四是 国民党内斗严重 不团结 五是 国胎命 惨酸后 又不酸 造成烂应民众 死相回乱 六是 可问者 喜怒国民党 其实 可问者不打算 与国民党合作 不过是搭着 白色的力量 扰乱滥应 为民进党党酸铺路 因为可问者 也知道 自己党酸不了 不如帮助民进党 为自己招一个豪的 铺路 这与邱义 帮助可问者 更是用心陷恶 两人的目的 就是要阻止 后悠意 招少康 党酸 因其滥应民酸 简洁 帮助赖清德 大算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佩服我们墙内各种时政高手 他们的独特视角和思维 还有这种理念 是不是值得我们去参考 是不是红鬼子的思想和思维 神奇吧 所以看完之后 我就突然间理解 为什么蔡英文要被说成是独裁 大家搞明白了吧 我们再继续看 看看台独分子大选的精彩表演 台湾省委省长的大选 三个台独分子都很会表演 都信誓旦旦的说 为民众造福利 结果哪个都不会说真话 在他们眼中 只要不符合红鬼子利益的 都叫做台独 确实是这样 对吧 但是呢 他们的视角中 就看不到红鬼子 怎么样去独裁 还有这个 这个视频呢 他写的是侯友宜的名人名言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要投民进党 年轻人上战场 新潮流不散 台湾毁一半 让台独工作者来守护台湾 就是引战 我没有一定要做正的 谁赢就当正 谁输就当负 我就是反台独 台湾必将回归主国 我不晓得上面这句话 侯友宜有没有说过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要是说的话 台湾人应该是百分之一千 不会选他 然后我们看下面的留言 这个留言写什么 长得很正 一定要信任他 这是什么逻辑 看他长相很正 就要信任他 这是不是有病 太恐怖了这帮人 真的假的 真假参半的 就是之前我说的这种认知战 还有红鬼子的信徒 他主动参与传播 是不是 非常非常的邪乎 那他们造谣做假的动机是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看这种诡异的视频 13号台湾选举 很多朋友问我们 选谁 其实这个不用问 像我们这种 从大陆嫁过来的 姐妹应该有很多 就像我们这种想法的 就希望两岸早一点统一 因为都是中国人 两岸一家亲 统一以后我们会更方便回家 对普通老百姓来讲 统一以后会更便利 所以希望能够早一点统一 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 就是最大的愿望 两岸一家亲都是中国人 从我们心里来讲 真的希望能够早一点统一 台湾1月13日就大选了 也有不少朋友私信我 问我选谁 其实这个问题啊 不用问 像我这种 从祖国大陆远迦过来台湾的 有很多姐妹 像我们的想法就是 两岸早点统一 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 统一后 也方便我们回家的路 两岸和平 台海稳定 咱们都是中国人 对普通百姓统一后 会更加便捷 所以希望能够早一点统一 也是我们普通人最大的愿望了 两岸一家亲都是中国人 同样的内容话术 传播几十万遍 咱们就知道他们爱中国爱台湾 到底是真还是假 是不是 我看爱的是流量密码 所以说呢 有些人主动传递这种认知战呢 一是为了钱 二呢 是因为 他的脑子 就是中邪的脑子 无论是哪种呢 他们都是在主动的 传递 红鬼子的核心价值 动物世界 丛林法则 那么这场选举呢 毋庸置疑啊 如果台湾是 纯人公审查选票 无造假作弊等行为 那么民进党真的是势哉逼得啊 同时呢 我们也发现了 只要是 红鬼子选边站的人 就一定不要选他就是对的 这个绝对是真理 下面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视频啊 就两个笨蛋在攻他 看完那攻的场面 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李懿说的 赖清德真的一定会当权的 没什么悬念 国内有名的两大军师啊 都在吐槽 这两个笨蛋在攻赖清德 赖清德必躺赢 言外之意呢 他也是在吐槽啊 说这两个笨蛋呢 还太单纯 你知道吗 所以说 这要是红鬼子上台的话 什么台湾自由 赖清德 民进党全不是问题 都可以被消灭 什么叫动物世界 丛林法则 丛林的顶端是红鬼子 人就是牲畜啊 也是食物链的一类 这个呢 就是动物世界 丛林法则 所以说 不符合红鬼子的 红鬼子不想要的 全都可以牺牲 红社会招工时呢 有一个经典的备注啊 那就是要求物性高 什么样的人群 爱用物性 对 修炼的人群啊 所以呢 想要成为红鬼子啊 它也是一种修行 不过呢 这种修行修成后呢 就是成为了鬼 红鬼子啊 我想呢 看了这么多视频啊 真正的台湾人 都会有一个大脑去思考 我应该怎么样选择 我的总统 选择我的生活制度 我的生活体系 而不是选择那些 被红鬼子附体了的傀儡 好了 我是大树 今天这个视频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 见 我是来自台北的 我头一次来东北 太好玩了耶 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雪 但还是蛮冷的 真的太好玩了 玩的大雪圈了 太冷 还我 你瞎啊 你蹭我 你就过来了 眼珠不要撇它 你瞎 我 我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